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道场发现一滩可疑血迹 她说合伙人士不慎坠楼头部撞击地面 但警方调阅监视器 案发现场并没有人坠楼 只看到一名男子心机诡异 拧着抹布疑似在清洗和擦拭血迹 他就是阴架行老板 回忆的是这段监视器 当老板在死者准备就医时 车子离开后四分钟 无人的工地里塑胶桶竟然自己滚落 警方怀疑有冤情 真姓男子供词前后不一 且无法完整陈述 遂坦诚于昨日应与死者口角纠纷 持铁棍殴打死者致死 未免刑则追究 才向警方扬称死者为公安意外 全案依杀人及湮灭证据 侦办中 突发中心桃园报导